大家好,我是珊珊 北半球呢,现在历秋了 那我们南半球呢,就是历春 果真,这几天呢,就有春天的信息了 门口这几颗水仙开了 春天的信号灯啊 这个水仙的繁殖能力挺强的 之前种下去,现在越来越多了 以后把它移植到这边 一片水仙就壮观了 这边呢,是一棵枇杷树 今年结了不少 前两天呢,刚刚输了果 过两天,准备给它套袋了 不然全给鸟吃了 这是我家的怪兽琵琶 会长很大的 这边呢,有一棵梨树 这个梨树呢,是水晶梨 然后被我整形,整成这样 这是什么造型呢? 想给它修成金字塔形 以后吧,看看造型上来 这边呢,是一棵月季 之前给它安了这么一个屏风 拉了一个组织过来 结果这织上全是花 就是一条枝上的花 花量还挺惊人呢 以后好好养护一下 可能这个品种还是不错的 看现在全是花苞 看现在全是花苞 结果的 结果呢,其中有一个品种呢 就长得很旺盛 就像双胞胎一样 被一个吸取了太多的营养 不停的在短节它 想让另外一只呢 也能平衡的生长 但是还是这边比较长失望一些 旁边呢,这边是我的释迦树 虽然现在这个气温还不够 但是我已经蠢蠢欲动了 就开始想修枝了 之前修了两只 但也不敢大修 因为现在的气温呢 还没上来 还是冬天嘛,虽然里春了 这是最后一个果子 去年结的不是很好 因为没有好好管理 今年准备好好给它修剪一下 过两天就给它剪秃秃 释迦果冬天大剪 一定要剪秃秃 现在呢 这个是花园里面唯一的颜色 之前有朋友问这个菊花叫什么名字 这个菊花叫 我打在屏幕上 这个发音我也不是发得很好 它又叫Split Daisy 有兴趣的呢 可以种一颗 然后也不是唯一的颜色 还有这个 Halibo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 这种花呢 花头都朝下 然后呢 欣赏呢 就觉得你还要趴在底下欣赏 然后这边呢 还有点颜色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 这边我种了一些蓝色的 Anemone 这个颜色我还是挺喜欢的 那这种蓝色 因为现在录像的时间呢 是傍晚 花苞呢都已经闭合了 白天的时候都是打开的 今年呢是第一年种 都比较短 可能明年会长高一些 这个呢是重拌的 Anemone 又是蓝色的 看这边有一颗开败了 里面的芯子呢是黑色的 这是它开败的样子 花园里就这么点颜色了 这边一大片地啊 杂草丛生了 也开始长杂草了 所以呢 我就赶紧撒了一些 甜菜根的种子 这个叫Beatroot的种子 春天了 看 发芽开始长了 为什么种这个菜呢 是因为 我发现这个菜呢 我花园里面有好多蜗牛 他们不吃 不然说别的菜的话 全给你啃光了 然后这个呢 他们不怎么喜欢吃 而且呢 一年四季呢 它都可以生长 这边是我的菜园 菜园里有 之前剩的几颗 一会儿给大家看看 先给大家看看 我种的这豆苗 这是吃那个豆芽的那种 芽苗菜的 豌豆 我懒得种芽苗菜了 全部撒到地里 它这个豆芽也挺嫩的 这边呢 还有我种的大葱 春天来了 准备在菜地里呢 也栽了一些菜苗 这边今天刚刚栽下去的西兰花 因为现在温度每天都在上升 所以呢 应该长得不错了 这边呢 就是给大家看一下 刚才我说的甜菜根 这个东西呢 也是特别好养 然后呢 它这个根呢 吃掉 其实叶子也可以吃 但是叶子呢 我一般都拿来喂鸡 我发现鸡特别喜欢吃这个叶子 先让它们在这啃食一下 这个豆芽也给它吧 然后等它们啃叶子啃得差不多了 我再把甜菜根拿到屋里去做饭 好了 这是前面花园的大概情况 这边呢 还种了些草莓 感觉也有新叶子发出来了 过两天 孩子们就草莓吃了 这边呢 是后面的花园 这一块呢 是我老三的蹦床啊 它的playhouse 然后这边呢 给它种了几盆花 这一栋花呢 开的还挺好的 然后准备呢 过两天把后面的 芦荟啊 全都拔了 也多种点花 小老三呢 特别喜欢这个 乌颜六色的 这边呢 是它的蹦床 它蹦完了 可以在这边 欣赏欣赏它的花 这些都是之前跟它一起栽下去的 现在呢 都开始盛开了 这个院子的 边上呢 栽下去一颗很久很久 差不多有十年的 这个 据说是 羊梅 但是一直长 长一大葱 我也没有见接羊梅 于是呢 我刚刚把它大修了一下 结果 没多久发现 好像 不一样了 有一些东西发出来了 这个叶子中间呢 开始冒 这是花苞吗 我也从来没有种过羊梅 不知道这些花是 是什么花 不太懂 是跟我砍它有关吗 之前这边全是树枝 被我打砍了 没想到 开始有变化了 这边呢 是我种的一棵 淮鼠 现在 还没有发芽的迹象 但是呢 这边这颗子藤 给了信号了 开始蒙花苞了 春天的确到了 子藤最先蒙花苞 这边呢 还有一颗橙子 刚刚给它堆了肥 然后呢 也开始发心芽了 所以呢 这边可能更加的温暖一些 你看这个橙子呢 是不错的品种 今年多接一点 这边是什么东西呢 之前夏天孩子们的游泳池 是一区子的水啊 但是新西兰的夏天呢 没那么热 然后呢 其实玩最多玩一个月 剩下的时间呢 收起来也挺麻烦的 我就在里面种了一些 看看水里能种的什么菜 这是芹菜 长得还不错 做个实验呗 这边有 薄荷 听说薄荷也可以种水里啊 都在做实验 但是有一些菜呢 比如白菜之类的呢 说喜欢水 但是不能一直泡着水 所以呢 就找了一些陶盆 让它底部沾着水 反正做个实验吧 看看 怎么样 然后这个桶里呢 是芋头嘛 听说芋头也可以种水里 反正 瞎玩呗 过两天再拔几颗西洋菜 西洋菜是肯定能种水里的 现在太阳快落山了 天色将晚了 再给大家最后看看 这香蕉树 快要倒下了哈 我感觉它能在成熟之前 不倒下 看这个绳还是起了作用的 然后这边这一棵呢 又在开花结果 所以呢 坚持住啊 不要倒下那一棵 然后冬天的茶花呢 开的正宴 这边是好多的茶花 这边是我的盆栽 这边呢有一棵 盆栽的 风信子吧叫 也开了 然后已经撒了好多的 花种菜种下去了 这边撒了一些薰衣草的种子 然后这边迫不及待的种一些 白菜 白菜苗也发了 感觉现在可以种了 这边呢有一棵 兰花 你看被蜗牛啃的 得给它换个地方 这边蜗牛太多 今天的视频呢 就比较懒惰了 就给大家随便介绍了介绍 现在院子里的什么情况 下一期吧 看看能给大家再分享点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好了咱们下期再见咯 咱们下期再见咯 买了 还真是